中年的子的孙宏雷乐开了花,暖心小棉脑将士,在第一时间被微博爆起,自理行间皆透露出喜悦,怀着感激,紧张的心情,迎接女儿的到来,整个娱乐圈也纷纷送上祝福,寒雪,杀意。 王磊祝福第一时间到达,网友也替孙宏雷开心,新浪微博的头条迅速变成孙宏雷陈女,总之,整个娱乐圈乃至互联网,都冗罩在浓浓的喜悦之中,只见心人笑,不闻就人哭,孙宏雷与妻子王俊迪喜得千金固然值得开心,也应该受到众人祝福,可大家别忘记了丁家丽,这个女人助孙宏雷出人头地,在孙宏雷成为影帝的道路上功不可没。 如果没有丁家丽的遗柜,恐怕孙宏雷乃有如今的身份地位,更有传言丁家丽为孙宏堕胎。 孙宏雷跑龙套十年都默默无闻,却因一部话剧走进观众的视线,这部话剧名叫居里夫人,也是因为这部话剧,让孙宏雷与丁家丽擦出爱情的火花。 1999年3月,轻易排演经典喜剧居里夫人,该剧导演立排众议,选中丁家丽和孙宏雷扮演居里夫人,当时孙宏雷还是个矛头小子,而丁家丽早已是文明远娘的大嘎,这两位主角身份地位相差全书,为何会被安排到一起呢? 传言是丁家丽求导演给孙宏雷一次机会,为了这个机会,丁家丽差一点给导演下跪了,丁家丽与孙宏雷的地下情并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可,她带孙宏雷回家见过父母,但是,让丁家丽没有想到的是,当家里人看到孙宏雷后,却一致反对,父母给出的理由是,二人的年龄相差太大,长不了,而且这小伙子名声不如你,会拖后腿,这一番话让孙宏雷很生气,两个人都恋情, 在2001年下半年发生了转折,在那一年的上半年,孙宏雷在拍摄电视剧《向物降雨》又《向风》的时候,还曾经向记者说起过于丁家丽的恋情,然而到了下半年,他在拍摄周遇的火车时,与孔丽传出绯闻,孙宏雷与丁家丽的恋情,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,二人分手之后,曾有传闻手,丁家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接息,如今孙宏雷娶其声女,丁家丽还是单身, 一人仍沉浸在上一段感情中无法自拔,丁家丽接受采访时说,我觉得经历还是值得的,我不愿恨谁,虽然曾经愿恨过,但现在不愿恨都是很好的朋友,我和所有的女人一样走过弯路。